2023年底韩国压轴大剧《京城怪物》来袭 此片耗资700亿 根据超高人气同名漫画改编 故事背景是在194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 日军战败之后 在韩国的实验室接到了撤离的命令 这所实验室一直在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 离开之前军官下达了毁灭计划 将上万具实验尸体集中销毁 活着的俘虏则下令全部射杀 最后他们把暗中研究的生化病毒带走后 就引爆了炸弹炸毁了实验室 企图抹杀在这里犯下的罪行 此时的韩国京城 虽然本国有钱人也过得光鲜亮丽 但是这座城市的掌权者仍然是日本人 京城最大典当行的老板张太上 上一秒还在花天酒地 下一秒就被日军给逮捕 日本人石川先是对太上一顿报答 随后又拿出了异己名字的照片 此人是石川的老乡好 但如今已经失踪了一周 石川翻遍了京城都没找到人 太上作为白手起家的韩国商人 各种旁门左道消息很是灵通 石川正是看中这点 才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太上保安 他的真正目的是让太上寻找名字 而且根本不给对方反悔的余地 石川让太上在樱花凋落之前必须找到名字 否则将会没收他的一切财产 并且还会把太上送去前线战场 太上带着满身伤痕回到了家 第一件事就是让母亲甩外家产 而且必须越快越好 可当太上朝窗外看去 发现石川已经派人监视了自己 太上心里明白一旦自己资产出售 势必会引起石川的注意 于是太上做了两手准备 他一边让手下调查名字的线索 一边暗中出售家产换取现金 自从日本人进驻京城之后 便有大量的妇女失踪 其实他们都被日本人暗中抓走进行生化实验 石川所找的名字也赫然被关在了这里 几只日本兵将两名女人从牢房带走 然后将他们分别关在了两间相连的牢房中 他们面前放着一盘面团和一碗水 饿了几天的女人直接吃起了面前的东西 感觉到口渴后就捧起水碗喝起了水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这碗水中早已经被日军加入了生化药剂 没过多久 年轻的女人便有了反应 剧烈的头痛让女人发出惨叫 不断用脑袋撞击着墙壁 军官加藤并没有理会女人的惨状 而是转身看向了二号牢房 里面的女人似乎没有什么剧烈反应 身体缩在角落中一言不发 加藤很是满意女人的反应 他让士兵给女人注射血清 此时女人还是忍不住趴到地上呕吐了起来 身体的后背上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蠕动 另一边 太上的母亲一边暗中变卖着家产 一边想找密探帮助自己的儿子 而此刻身为密探的尹采玉正在暗中跟踪着太上 太上也察觉到别人跟踪 他故意将对方引到了小道的交叉口 太上正想收缴了女人的武器 女人猛地一个转身 两人随即打斗在了一起 打斗中尹采玉的帽子被太上打掉 太上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 两个人一个拿枪一个拿刀互相抵住了对方 僵持之下也让两人有个沟通 尹采玉听说太上消息灵通 所以这次来找他只是想打探一些消息 尹采玉想让太上帮忙找两个人 一个是名叫版本的日本画家 还有一个是他已经失踪十年的母亲 太上听到女人的请求后立刻便拒绝了 他自己被石穿压地喘不过来气 根本没有闲工夫帮对方找人 完事不公的他还忍不住对女人找人进行调侃 尹采玉被太上的调侃勾起了怒火 两人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谁也没想到等太上回到家 母亲给他请了两位密探帮助自己 其中一个人正是尹采玉 太上也没想到两个人那么快就又见面了 通过母亲的介绍 太上也了解眼前的两人找人十分专业 就算是人已经死了尸体和骨灰也能给带回来 正好他现在正在寻找名字 尹采玉也在寻找版本和母亲 双方可以合作共享信息 这样找到人的概率将会大增 权衡利弊之后太上和采玉也勉强达成了合作 另一边 京城的日军实验室 加藤将采玉要找的画家版本带到了牢房中 原来版本一直被加藤囚禁用作记录实验数据 加藤让他画下二号实验体的肖像 版本拿起手电朝里面望去 只见里面一片血迹和一具尸体 他顺着血迹朝上面看去 却被里面的东西吓了一跳 日军在清寒战争中到底有多残忍 他们用活人研究生化病毒 企图将病毒投入战场扭转局面 韩国京城原本一家普通的医院 却成了日本人研究活体的实验室 一年前画家版本受到委托来到瓮城医院 没想到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残忍 他们将抓到的韩国人生生活泼用来研究 如此血腥的一幕让版本忍不住吐了出来 然而他的日本同胞可不管那么多 强行将他拉到现场用作记录 版本此时后悔无比 他只是想多赚些钱才来到朝鲜 谁知这的士兵和国内宣传的根本不一样 唯一对他好的也只有医院的一名清洁工阿姨 可谁曾想 两人再次见面 清洁工阿姨已经变成了日军实验的怪物 伸长的手臂将版本下的摊坐在地上 等反应过来版本上前查看 发现女人似乎恢复了理智 手里拿着一条六叶草的项链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变成怪物的女人 正是尹采玉失踪十年的母亲 采玉其实并不想和太上合作 但是父亲已经接受了太上的委托帮忙寻找名字 趁着夜色 采玉偷偷潜入了石川夫人游记子的家中 她认为明子的失踪和游记子绝对有关系 通过望远镜发现 游记子将一封信交给了一个男人 等男人离开后 采玉一路飞檐走壁进行跟踪 最后男人在一间装修豪华的会所停下 采玉默默记下了地点 等到第二天 采玉将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太上 母女俩找到了拉明子的黄包车车夫 通过逼问得知 明子最后前去的地点是汪城医院 但是这家医院是日本人所开 并且戒备十分森严 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种种线索表明 名字可能就在医院内 于是太上找到朋友大壮 大壮是京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并且也是为数不多能自由进入汪城医院的人 所以太上想要借用他的身份证 大壮清楚石川威胁太上的事 他也没有过多废话把身份证交给了太上 几人经过一番打扮之后 就顺利进入了汪城医院 进入到医院之后 太上让助手假装肚子疼 医生和护士纷纷围上来查看 采玉则趁机潜入资料室 查看名字的资料 可并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就在四人正准备离开时 无料这事突然响起了枪声 众人一阵惊慌 护士连忙安抚表示 是附近军队的练枪声 然而采玉敏锐地察觉 枪声是地下传来的 与此同时的医院地下室 变成怪物的女人又开始暴动 将周围靠近的日本兵全部杀死 怪物以血为食 只见触手抓住小日子的脑袋 就是猛吸 如此场景 加藤竟然命令士兵 不要轻举妄动 更不能开枪射击 没想到如此恐怖的怪物 加藤竟然称她为女神 为了不伤害到怪物 加藤让士兵对着怪物发射液弹 将怪物冷冻后 装到铁笼里转移到其他地方 然而在转移过程中 怪物身体还在散发着病毒包子 这种包子也瞬间弥漫到了整个牢房 被囚禁在这里的众人也都被感染 顿时这里哀嚎声不断变成了人间恋人 潜伏在医院楼上的彩玉等人 看到士兵运出了大量的尸体 更加确定了地下室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到了第二天 瓮城医院传出了内部爆发感染病的消息 医院从今天开始全面封锁 日军更是在出入口设置了重兵把守 就在太上还在关心彩云几人的安危时 一名从医院逃出的护士找到了他 并递给了他一张邪有找到名字的纸条 这张纸条正是彩玉让护士给带来的 得知彩玉几人并没有逃出来 太上当即就决定前去营救 而另一边 彩玉已经潜入到了医院地下室 并且还听到了怪物的吼叫声 为了研究生化病毒 日军在韩国用活人做人体实验 此时几只日本兵正在把铁龙中的怪物转移 谁知一只日本兵不小心 关闭了用于冻结怪物的液弹开关 铁龙刚进入电梯 里面的一个士兵突然发现四周没有了飘散的包子 下一秒领头的男人也是意识到了危机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根触手瞬间伸出杀死了一只士兵 随后更多的触手从铁龙中伸出 在电梯这等狭小的空间 苏醒过来的怪物开始大杀四方 怪物冲出了牢笼 邵佐和另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邵佐为了活命 命令士兵关闭电梯门 士兵在枪口的威胁下只好赵佐 结果下一秒发出的声响就被怪物察觉 瞬间被怪物的触手给拖走 邵佐不断用拳头砸向士兵握住门框的手 趁着怪物拖走士兵的间隙 邵佐急忙关闭了电梯门 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 谁知更多的触手直接伸出迅速刺穿了他的身体 强大的求生欲让邵佐不断朝怪物开枪 然后趁机拉下了电梯的开关 这才苟且偷生了下来 活下来的他劝告加藤击杀了这个怪物 否则将会爆发更加恐怖的灾难 然而加藤根本没有听进去 他可是十分迷恋自己制作出的这只东西 随着怪物吸食的血肉越来越多 被子弹打伤的伤口也瞬间愈合 另一边 张太上意外在一家西装店 看到了采玉母亲的画像 通过和店主交谈这幅画来自一个酒吧 于是太上找到了酒吧的老板娘 老板娘并不认识画中的人 可她却知道是谁画的 老板娘告诉太上画这幅画的叫做版本 并且还约了她今晚在四海楼见面 太上文言一征 这个人不正是采玉要寻找的人 于是她打算晚上前去四海楼查看 另一边隐藏在医院里的采玉 无意之间救了一名要自杀的日本士兵 通过交谈才得知 男人是个朝鲜人 当初在战场被日军俘虏 后来被阔收编到了医院 并且这名士兵前天晚上还见过名字 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士兵还手绘出了一张地下室的图纸 于是四人计划了一番打算晚上行动 到了晚上 太上正准备前去四海楼赴约 谁知半路上被一群日本小混混为主 这群小混混以前就喜欢去太上店里捣乱 这次趁着人多更是把太上拉到角落胖揍了一顿 等太上摆脱这群混混来到酒楼时 老板娘和版本早就已经离开 太上回到家后 就让助手拿出了医院的平面图 他要去营救采玉等人 母亲见太上满身伤痕想要阻拦 争吵中太上也说出了心里话 但是 但那些人都不抵押了 你都不抵押了 我把你都在乱头 是不得了 你又不得了 我都在乱船上 我都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我都在乱船上 我都不得了 但是 但是 我都在乱船上 我都在乱船上 太上不想再做懦夫 他要和这些侵略者战斗到底 就在这时 酒吧老板娘带着板本来到了他的家中 得知太上的计划后 板本让太上藏进了自己的车里 偷偷将他带进了医院 太上按照先前的约定来到了杂物间 但却没有看到几人的身影 其实采玉几人早已经开始行动 采玉父亲负责在楼顶盯梢 采玉则是通过通风管道前去寻找名字 顺着管道出口 采玉来到了一间实验室中 四周的黑暗让他不得不点燃火柴 可当他看清楚周围的环境后 却被吓了一跳 周围各种瓶瓶罐罐中装着人体组织 甚至还有婴儿的胚胎 可想而知小日子有多么的没有人性 采玉又在角落中发现了几个被关押的孩子 面对孩子们求救的目光 采玉怎么可能忍心拒绝 于是他将孩子们一个个地送上了通风管道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日军突然走了进来 采玉来不及撤退只能躲在柱子后面 男人发现孩子们都不见立刻就要喊人 采玉带着孩子们通过通风管道来到了顶楼 可这时又发生了意外 在上面钉烧的采玉父亲 发现几只日本兵来到天台喝酒 他们也听到了采玉敲击通风口的声音 为了保护采玉 父亲只能站了出来 士兵们端起步枪正要射击 突然天空中一道烟花绽放 这也瞬间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 采玉也趁机爬出了通风管道 和父亲联手击杀了这几只日本兵 可这是一只卑鄙的小日子 想暗地里向采玉放黑枪 眼看悲剧就要上演 一声枪声过后 倒地的却是小日子 原来是太上已经根据采玉留下的线索赶了上来 并且及时赶到就下了采玉 太上以为采玉已经找到了名字 可管道里却只有几个孩子 在太上猛逼的表情下 采玉让太上先把这些孩子送出去 他会接着去寻找名字 另一边 院长将加藤叫了过来 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院长把三名普通人带到了怪物面前 随着他手中铃铛的响起 怪物瞬间爆起 将面前的三人全部击杀 这是一只日军用生化病毒制造出的怪物 可这群畜生怎么也没想到 这只怪物竟然慢慢有了智慧 拨动了通往上层的电梯开关 就在刚刚 采玉冒险救了几个孩子的性命 这也导致日军发现了异常 根据尸体的伤口 他们推断是朝鲜人闯了进来 于是立刻开始搜索整个医院 此时的一行人已经偷偷躲进了版本的房间 可这是一个小女孩突然尖叫出声 刚好被路过的一个日军给听到 但是这只士兵并没有冒险前去查看 太上捂住女孩的嘴巴才发现 女孩是被版本房间的画作给吓到 采玉这才知道眼前的人正是自己寻找的版本 她连忙拿出手中母亲的画作递给版本 询问母亲的下落 原来采玉手中的这张画像也是版本所画 谁料版本知道采玉是阿姨的女儿后 并没有告诉采玉真相只是说不清楚 或许是不想让采玉知道 自己苦苦寻找的母亲已经变成了怪物 预悦 是新価値和紫禁忌的 驚異的ですね 那些人是否在那些人 那些人成功的實驗隊 有些人成功的實驗隊 其他實驗隊 有些人成功的實驗隊 死亡的實驗隊 死亡的實驗隊 成功率領域 一日快速 為了讓幾個孩子順利逃走 太上將自己的衣服 交給了其中最大的一個孩子 再將其他兩個孩子 藏在了車子暗格內 男孩謹記太上的話 沒出醫院千萬別抬頭 凑巧時穿的妻子 游妻子正好來到醫院門口 守衛沒有來得及盤問 男孩就低頭跑出了醫院 醫院中 剛才的士兵把在板本門口 聽到女孩的叫聲報告給了邵左 邵左立刻帶著士兵就去查看 好在太上兩人提前聽到動靜 躲到了拐角 士兵也沒有發現孩子便離開了 游妻子來到醫院找到了院長 他猜測 張太上已經偷偷潛入了醫院 於是他讓院長將名字轉移到其他牢房 看來游妻子家族勢力很大 不然院長也不會對他如此畢宮利盡 明子被士兵轉移到地下二層 離怪物所在地也只有一牆之隔 士兵正要返回地面 可誰知怪物竟然學會了用電梯 這群士兵正好和怪物碰面 怪物隨即對士兵展開了屠殺 院長聽到底下的槍聲 還以為是入侵者造成的 集結了小隊就前去了地下 但迎接這些士兵的是只恐怖的怪物 不少畜生因此回籠重造 突然加強的警備 也讓太上等人被一支日軍發現 他也在和日軍的戰鬥中挨了一槍 彩玉幫太上簡單包扎後 為了能更快地找到名字 彩玉父親和兩人分開行動 約定好集合地點後 兩人就在醫院搜尋了起來 誰料他們沒走多遠 太上就在拐角遇到了 變成怪物的彩玉母親 怪物媽媽為了保護女兒 用身體擋住了所有射來的子彈 隨後身體更是再次發生變異 無數觸手猶如樹枝一般 將女兒死死地护在中間 就在剛剛 怪物都走到了張太上的面前 他才反應過來進行躲避 怪物伸出觸手不斷朝太上攻擊 彩玉為了幫太上脫困 捡起步槍就對怪物進行射擊 可怪物已經吸食了太多的血肉 這點攻擊根本沒什麼用 太上連忙拉著彩玉 躲進了一座鐵門裡 可怪物的攻擊直接 讓鐵門凹陷了下去 這時聽到動靜的日軍也趕了過來 他們將手無寸鐵的兩人綁了起來 並把他們關進了牢房中 另一邊的大壯也被院長抓到 但他想和大壯父親要點好處 所以並沒有要他性命 而是同樣關了起來 一支日本兵想要羞辱彩玉 這時加藤及時出現阻止了這個行為 也以為加藤是好心 他是看著彩玉的眼神有點似曾相識 得知彩玉的母親正是自己製造出的怪物 加藤突然給彩玉端來了一杯水 看著彩玉懷疑的目光 加藤直接將自己的那杯喝下 然而不遠處桌上裝有寄生蟲的飾管 不知何時已經被打開了一個 太上這邊 一名日本士兵想在戰爭結束後 依靠太上的財力留在東京 於是悄悄地將他在牢裡放了出來 太上打倒了看守彩玉的兩名日軍 找到了要是順利和彩玉會合 兩人來到牢房想要救其他人 可太上卻發現牢房已經空了 而當太上一扭頭 發現怪物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後 太上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壓縮氮氣 心中已經有了對付怪物的辦法 在打完了手槍中的子彈後 怪物正朝太上一步步靠近 太上拿起步槍砸向了氮氣瓶 氮氣瞬間弥漫了整個走廊 怪物吸入之後陷入了昏迷 可身體也開始不斷地釋放可怕的孢子病毒 只要接触到人體就會感染 另一邊的彩玉也從家藤口中得知自己的母親就是那隻怪物 他一時間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只能憤怒地將家藤踹倒在地 太上此時也和彩玉父親相遇 他讓彩玉父親帶著其他幸存者先藏起來 他自己出去尋找彩玉 此時彩玉已經換了一身日軍軍裝 偽裝成士兵威脅著家藤帶他去找母親 一支搜查小隊正好和兩人相遇 邵左希望家藤下令擊殺怪物 因為這隻怪物他們已經死亡了很多士兵 家藤表示能夠消滅怪物的方法只有一個 燃燃 但是你… 可以嗎 是 你自己的母親 你真的要殺死嗎 彩玉還想用槍威脅家藤 可這時身後突然出現一個日本兵將他擊暈 地面之上 幾輛卡車駛進了醫院 石川展開救援明子的計劃也開始啟動 張太上安插的人也偷偷混到了其中 太上這邊雖然找到了牢房 但是明子已經被提前轉移走了 昏迷的彩玉醒來之後 發現自己雙手被鎖鏈絲絲綁住 遠處更是佔滿了持槍的日軍 家藤勸彩玉不要白費力氣 很快就會讓他們母女相見 家藤正命令士兵用氮氣把怪物朝這邊趕 彩玉看著正朝自己慢慢靠近的怪物 他不敢相信這是自己十年不見的母親 家藤期待母女相残的畫面並沒有出現 聽到彩玉的聲音後 怪物停止了攻擊 他好像恢復了人類的理智和記憶 在彩玉一聲聲媽媽的叫喊中 怪物的眼中甚至還流下了眼淚 家藤看情況不對下令手下開槍射擊 怪物將彩玉護在身後 替他擋住了所有射來的子彈 怪物打斷了束縛彩玉的鐵鍊 將他扔到了角落 他則承受不住氮氣的攻擊倒在了地上 彩玉想要衝過去 但卻被趕到的張太上給攔住 太上不顾彩玉的哭鬧 將他帶到了事前和彩玉父親約定好的地點和他會合 令人驚喜的是 那個被太上收買的日本軍官 竟然把名字也帶了過來 所有人都到齊了 這樣只要等到約定的時間 他們便能坐上卡車離開這裡 男人顫顫微微來到女人的面前 兩人隨即相擁在了一起 可這是男人身後突然伸出無數觸手 女人剛想逃走 下一秒無數觸手就刺穿了她的身體 而面前的男人已經半邊臉變成了怪物 就在剛剛集合好的一行人 正順著床單一個個向下爬 太上讓女人和老人掀下去 可輪到彩玉的時候 她質疑讓別人掀下自己來把風 就在氣氛有些曖昧的時候 突然一隻日本兵闖了進來 朝鮮兵因為沒控制住開槍射擊 這樣也導致其他日軍聽到了槍聲 他們很快就會被日軍包圍 為了爭取逃跑時間 張太上和彩玉在走廊上設置了障礙物 出於愧疚朝鮮兵也加入了兩人 日軍不斷地朝障礙物射擊 打得三人頭都抬不起來 這些桌椅板凳也是不堪一擊 一輪射擊過後 彩玉沒有受傷 張太上也只是輕微擦傷 可朝鮮兵卻被子彈擊中了腹 委託彩玉將自己的名牌交給自己的母親後 朝鮮兵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兩人返回到屋內 太上讓彩玉先走自己來殿後 說完還不捨地握住了彩玉的手 由於時間緊急彩玉也沒有細想 可當所有人都下來就剩張太上自己時 窗戶上的繩子卻被扔了下來 彩玉這才明白太上最後的舉動是什麼意思 太上決定犧牲自己給他們創造逃跑時間 彩玉決定回去找太上 可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 看著身後的一車人 助手只能含淚發動汽車準備離開 石川要離開時 正好助手的車也順利回到原位 就這樣一行人順利離開了醫院 太上這裡 日本人又發動了一波進攻 太上躲到了通風管道中 少佐命令士兵從各個方向進入通風管道捉拿 太上被追擊得無處可逃 一不小心掉入了釋海堆裡 另一邊 太上母親給了日軍高官足夠的籌碼後 大壯也終於被放了出來 不過他已經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明子也在一處野外下了車 並和後面的石川會合 醫院裡 家藤望著空杯子陷入了沉思 當時采玉並沒有喝 家藤處理完怪物回到辦公室 帶有寄生蟲的這杯水已經空了 家藤想知道杯子裡面的水到底誰喝的 被綁的手下告訴家藤有四個人來過這個房間 他們分別是采玉和李太上 還有背叛日軍的少佐和名子 這四個人中到底是哪個幸運喝了這杯病毒水了 目前暫時還是個謎 太上此時也從濕海堆中醒來 他正要掙扎站起來 不料一支手槍抵住了他的腦袋 住手這邊也升起了事端 石川的人在後面一直緊追不捨 原來石川根本就沒想過讓他們存活 好在太上這邊也有後手 住手將車開到了鬧市 剛在五八同城找到新工作的老闆娘 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故意在鬧市召開了啤酒節 幸存者這才得以擺脫了追捕 誰知抓不到人 這群畜生竟然把氣撒在了喝酒的群眾上 不分青紅皂白就是一頓毒打 就連老闆娘也沒有逃過毒手被抓住了頭髮 游妓子又收到了石川夜不歸宿的消息 他知道名子可能已經跑了出來 憤怒至極的他跑到了醫院 原來游妓子才是一切的幕後黑手 這所醫院和實驗室正是他出資建立的 游妓子對院長十分失望 他要罷免了院長的職務 院長慌忙地拿出了一疊資料 他表示他研究出了一種可以震害世界的生物 只要再給他點時間 那麼整個世界版圖將會發生改變 另一邊太上又從地上爬了起來 看來他又逃過了一劫 而影片的最後鏡頭給到了名字 他正依偎在石川的懷中睡覺 可一條詭異的小蟲正在他的臉上移動 夜深人靜的街道上 一個步履阑珊的女人在家餐館門口停下了腳步 忙碌的老闆剛轉過來伸 誰讓女人直接朝他扑了過來 石川從夢中驚醒 發現旁邊的名字不見了棕印 顯而易見喝下那杯水的正是名字 另一邊的瓮城醫院的地下室 手下告芝加藤 怪物在一個小時前就停止釋放病毒包子 這說明怪物已經蘇醒了 但是卻繼續趴在地上沒有動感 院長此時帶著游妓子來到了這裡 游妓子不僅是這家醫院幕後的投資人 更是小日子陸軍中將歸田的女兒 你還沒生過了嗎 聖師先生 恢復些許人類理智的怪物 似乎和游妓子是舊食人 剛見面就想用出手攻擊游妓子 但是因為被籠子困住攻擊沒有得逞 怪物只能嘶吼著發泄自己的憤怒 游妓子並沒有被怪物嚇到 反而面露滿意之色 與此同時的張太傻 受傷嚴重的她艱難地從通風管道中爬了出來 她擦拭了一下身上的血跡 然後換上了乾淨的日軍軍裝想要偷溜出去 誰知正好看到了返回的院長和游妓子 等到院長將游妓子送到會議室離開後 太上來到了房間內 就這樣太上挾持游妓子走出了房間 然後坐上了游妓子的汽車離開了醫院 可由於受傷太過嚴重 失血過多的她在車上就陷入了昏迷 司機發現太上已經沒有意識 詢問游妓子是不是返回醫院將她交給院長 游妓子沒有回答 反而還想用手撫摸太上的臉 最後太上被游妓子帶回到了家中 並且還請了醫生為她治療 果然長得帥在哪裡都可以為所欲為 在游妓子的驚心呵護下 太上的傷勢很快便好轉 在得知自己已經昏迷了四天後 太上有些著急 游妓子有些疑惑太上 為什麼要為別人的生命而冒險 太上則告訴她 自己本可以不管不過 但是親眼看到自己同胞 慘遭折磨的時候 卻根本做不到袖手狂觀 游妓子還是不理解 在她看來人生下來就會分為三六九等 面對游妓子的詢問 太上並沒有回答 另一邊的警察局內 石川此時已經有些焦頭爛了 因為近日城裡發生了多起命案 更詭異的是 這些死者的大腦都消失了 此時張太上也來到了警察局 他是來解救被日軍抓捕的老闆娘和助手的 太上和石川進行談判 石川本不想放走這些人 但是前幾天家裡發生的事情 讓他有些恐慌 家中的侍女三天前突然被殺 並且死法和最近發生的命案一模一樣 他要太上講出汪城醫院裡面的秘密 太上正好以此來要挟石川 放了老闆娘等人 等太上幾人走後 石川打開了他留下的紙條 知道了汪城醫院下面在做人體實驗 並且幕後黑手是自己的妻子游妓子 自從張太上失蹤之後 尹采玉每天都會來金玉堂詢問消息 此時外出的采玉發現自己被人跟蹤 在看清來人是張太上後 采玉再也忍不住緊緊地將她抱住 石川這邊也找到了游妓子 直接攤牌質問游妓子 在瓮城地下實驗室對明子做了什麼 游妓子並沒有回答石川 他們兩個婚姻本來就是利益關係 暫時日本女人來朝鮮需要一個丈夫 而石川為了尚未則是借用游妓子家中的勢力 所以兩人一拍即合 他們此前也約法三張不干涉各自的私生活 可明子的懷孕讓游妓子不得不管 石川沒有得到答案對此十分憤怒 在離開前她卻將張太上和采玉的戀情曝光 你認識一個女人嗎 雲章是一個朝鮮的女人 你聽到年輕人很美 残念 看來石川也一直派人監視游妓子的一舉一動 石川安排的手下正在監視張太上和采玉 被突然出現在她身後的明子嚇了一跳 男人被嚇得倒在地上不斷開槍 可這並沒有讓明子停下腳步 聽到槍聲趕來的太上和采玉 發現明子已經將男人的眼睛抠爛 帶到看清行凶的女人是明子後兩人不敢相信 與此同時由妓子找到了加藤 加藤向他介紹著室館裡的寄生寵 這是內族在冰川裡發現的 被這種東西寄生到腦子裡不會變成采玉媽媽那種怪物 而是繼續保持著人類模樣的捕食者 他們擁有著本能的捕食能力 食物則是人類的大腦 他們的身體也被強化 速度和恢復能力極強 之所以采玉母親變成那種怪物 是因為又被注射了一種炭菌菌血清 捕食者被注入這個血清後便會變成怪物 這些怪物也有弱點 就是討厭陽光和火 並且對氮氣的抵抗能力較弱 本來怪物不會保留著理智 但是在見到女兒後 怪物的理智似乎又恢夕了 在得知怪物的女兒是陰采玉 由妓子心裡不知道在想什麼 目光一直盯著內管寄生蟲 這邊的動靜已經驚動了日本人 泰上拉著采玉躲到了一邊 冥子則被日本人追到了城外 她似乎已經恢復了一點理智 京城怪物的大結局要來了 怪物為救女兒采玉抱负 這裡也交代了心情變成怪物的全過程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 在各個地區展開生化研究 他們殘忍地用活人做實驗對象 星庆和其他幾個朝鮮人被關在一個房間裡 日本人朝裡面釋放生化毒氣 故意會屋裡的實驗者都痛苦地哀嚎 其他實驗者很快就沒有了呼吸 只有星庆最後活了下來 加藤將他們比喻成困在培養名裡的小白鼠 只有星庆成功完成了實驗 但這也足以改變人類的歷史 另一邊 被寄生蟲控制逃跑的名字 很快就被日本人包圍 石川看著眼前一身血跡的名字 沒有絲毫猶豫的就要讓手下把他關到籠子裡 並且要將他重新送回到瓮城醫院研究 看到石川如此無情不顧及自己和孩子 憤怒的名字直接將石川鋪倒在地 然後用力找撕扯著石川的身體 周圍的日本人這才反應過來開槍 名字雖然沒有死亡 但是也因為重傷虛弱不堪 最後被手下關進了鐵籠裡 采玉回到家後 發現自己的父親不見了踪影 桌上留下的字條告訴采玉 他去尋找采玉母親了 采玉父親主動來到瓮城醫院投降 因為他很想見自己的妻子一面 但此時心情已經不是曾經的妻子了 他已經變成了一隻恐怖的怪物 看到妻子如今的模樣 采玉父親變得憤怒不已 但都是白費力氣 最後他被家藤關進了牢房裡 怪物此時也變得十分暴躁 不斷地用身體撞擊著鐵籠 不斷地用身體撞擊著鐵籠 醫院裡 院長通知尤祭子石川搶救無效 很可能熬不過今晚 但得知消息的尤祭子沒有任何情緒波動 彷彿石川在他眼中是一個陌生人 石川也是沒有熬過晚上 隔天尤祭子便為他舉辦了葬禮 其實石川的傷勢已經渡過了危險期 但是尤祭子卻讓院長給他注射藥劫安樂死 畢竟對於他而言 這個丈夫沒有之後 反而更能方便自己做事 對外宣傳的死因是在抓捕連環殺人犯時遇喊 看到報紙的太上 對日本人這種歪曲事實更加噁心 在大壯的引荐下 太上決定加入起義軍對抗侵略者 另一邊的彩玉 偷偷來到了剛參加完葬禮的院長身邊 毫不猶豫對著院長扣動扳機 一槍打爆了這個親手害的自己母親的畜生 但如此眾目睽睽之下 彩玉也沒有逃脱受傷被抓了起來 怪物似乎感應到女兒受到威脅 更加瘋狂地撞擊著鐵門 終於鐵門被撞毀怪物逃了出來 太上得知采玉被抓之後立刻趕到了現場 但是並沒有查到采玉被關在哪裡 焦急的她剛趕到家 由妻子便來到了她的家中 由妻子希望最近太上安分守己 石川的死會讓京城的日本人嚴打一番 太上並沒有將她的警報放在心上 而是詢問起采玉的下落 太上經過短暫的獅神之間 太上經過短暫的獅神之間 那時候又恢復了理智 她表示不論如何都要見到采玉 就算她已經死了 但也要找到屍體才罷休 太上越是執著由妻子便越憤怒 她告訴太上自己的堅持早已經被人出賣 羅月使當年從監獄裡被放出來 正是因為出賣了太上的親生母親 助手在石川的言行逼供之下也供出了太上 店裡的小伙計 也為了一張可以去日本找母親的船票出賣了她 就連自己的死黨大壯 也在醫院裡被院長的折磨下出賣了同伴 可即使受到了那麼多背叛 太上還是選擇了原諒他們 因為她清楚如果沒有由妻子這群日本人的侵略 身邊的人也不會變成這樣 她知道由妻子對她的心意 但是他們倆注定要站在對立面 由妻子的心被太上捅了一刀 因愛生恨的她 立刻讓手下將彩玉送到了瓮城醫院做實驗品 此時躲藏在地面的怪物也感受到了女兒氣息 京城怪物終於迎來了本季的大結局 被內蟲寄生到底是變異還是新人類 彩玉被送到了加藤的面前 眼看就要成為病毒的實驗品 怪物直接衝破了防護來到了上海 對著周圍的小日子就展開了屠殺 怪物對小日子殘暴無情 但是當轉頭看到彩玉時 怪物卻停下了攻擊 加藤劍狀立刻持槍挟持了彩玉 見到怪物沒有動作後 加藤立刻讓早已埋伏好的士兵開火 頓時大批的子彈傾斜到怪物的身上 加藤知道子彈對怪物沒有多大傷害 他挟持彩玉來到了外面 立刻讓外面的士兵準備大量的液彈 張太上此時帶著炸彈也偷偷潛入到了醫院內部 在通宗管道布置炸彈的時候 正好遇到了趁亂逃出來的彩玉父親 得知彩玉被日本人抓到後 彩玉父親讓太上去救女兒 自己繼續布置炸藥炸毀實驗室 下面的加藤還在利用彩玉吸引怪物 早已準備好的蛋器立刻朝怪物噴去 但怪物似乎已經有點免疫蛋器 雖然行動還是受限制可並沒有陷入沉睡 掙扎之下還是逃了出去 太上這裡也找到彩玉 兩人合力之下將看守的日本兵放到 加藤跑進實驗室 快速拿起實驗血清準備逃跑 誰知怪物已經來到了他的頭頂 慌亂之中手中的實驗箱摔在了地上 他連忙將完好的血清捡起 正要繼續逃跑 突然聽到旁邊傳來求救聲 被關在籠子裡的名字似乎快要生了 彩玉父親這邊已經點燃了炸彈 他哼起了和妻子以前常唱的歌 怪物聽到後果然朝這邊趕不過來 怪物慢慢走到了他的身前 現在我們一起去 太上和彩玉逃過了炸彈的預波 而充滿罪惡的汪城醫院化為了一片廢墟 等到消防人員來處理火情的時候 並沒有找到怪物的屍體 只有旁邊破碎的大洞 和一根項鍊掛在廢墟之上 由于彩玉已經成了通缉犯 太上打算讓他坐船離開韓國 誰知就在他們準備上船的時候 由妻子派來的下人已經追了上來 看到張太上鐵了心不從自己 由妻子也不再對他心慈手軟 下人一拥而上朝兩人扑了過來 兩人雖然拼死抵抗 但是對面的人數太多 隨著體力的耗盡 下人已經將他們圍了起來 眼看就要命丧當場 忽然兩根觸手將面前的男人刺穿 這群畜生很快就被怪物屠露一空 怪物已經殺紅了眼 還以為張太上要傷害彩玉 於是再次發動了觸手 彩玉拼盡全力擋在太上的面前 他的身體也因此被觸手刺穿 彩玉告訴怪物太上是自己喜歡的人 怪物似乎聽懂了他的意思停止了攻擊 但是彩玉卻倒在了地上奄奄一息 太上看著倒地的彩玉哀嚎大哭 此時的瓮城醫院已經變成廢墟 可家藤卻沒有死 他的懷裡還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婴兒 一隻寄生蟲鑽進了婴兒的腦中 由寄子為那些被殺死的畜生舉行了葬禮 身為賓客的大壯臨走時 遞給了太上送他的一封信 由寄子打開之後 上面寫著永別了三個字 他看著匆匆離開的大壯意識到了不妙 正準備離開可已經來不及了 兩年後朝鮮軍打進了京城 日軍準備撤離朝鮮時 家藤面見了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女人 原來游寄子並沒有被炸死 只是身體被嚴重燒傷 面對家藤詢問是不是撤離的問題時 游寄子沒有回答 等家藤走後 他滿臉怨毒地盯著桌子上的一杯水 另一邊 彩玉被怪物媽媽放到了大海中 怪物身體伸出的觸手將彩玉緊緊包裹 一隻內蟲從怪物的身體內鑽出 在怪物的驅使下 內蟲順著海水游向了死去的彩玉 沒有內蟲的怪物沒多久便失去了生命 慢慢沉入到了大海中 而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原本死亡的彩玉突然睁開了眼睛